李星是怎么喜欢上灵星的 灵星为爱人付出了多少 在李星与龙浩晨前往圣盟拍卖场更换装备之时 他们二人便初次遇见了灵星 李星对灵星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 因此在之后的时间里 李星一直都在试探灵星 直到猎魔团大赛的决赛开始以后 李星才发现灵星他原来就是一个大骗子 他作为一个魔法师根本不会使用攻击魔法 更重要的是 他用三瓶丹药欺骗了李星的弟弟龙浩晨 这也让作为姐姐的李星对灵星产生了厌恶 但二人后来还是因为一些事情成功地在一起了 那么李星是怎么喜欢上灵星的 灵星为爱人付出了多少呢 李星和灵星这对冤家能够成功地在一起 全都是因为一场艰巨的猎魔团 任务探索恐惧悲笑洞穴 这项任务原本应该由王级猎魔前往执行 但是由于任务塔的疏忽 将探索恐惧悲笑洞穴的任务 调成了将级猎魔团任务 而这个任务恰好就被刚刚把猎魔团 晋升为降级的龙浩尘所接走 李星的猎魔团之所以会与龙浩尘的猎魔团 一同执行这个任务 是因为龙浩尘在晋升降级猎魔团时 曾向李星借过功勋 为了回报李星的猎魔团 两大猎魔团决定平分探索恐惧悲笑洞穴任务的功勋 由此两大猎魔团才会组队前往恐惧悲笑洞穴 恐惧悲笑洞穴在龙浩尘等人到来之前 便被恶魔族所侵占 两大猎魔团想要进入此地或者离开此地 都需要击败成群的恶魔族 因此两大猎魔团便在恐惧悲笑洞穴之中陷入了苦战 面对成群的恶魔族人 魔法师本可以成为最强大的输出点 但是灵星却不会攻击魔法 灵星的不作为也是让身处绝境的李星十分愤怒 当场便对其进行尖锐的语言攻击 这也让灵星不得不自接伤疤 好在寒宇在旁不停地圆场 此事才能就此翻篇 在两大猎魔团脱离险境以后 李星单独找到了灵星向其道歉 为了弥补自己对灵星的歉意 李星直接抢吻了他 也正因如此灵星才会开始对李星新生好感 两人也因此开始逐渐关注对方 在龙浩尘等人返回圣殿联盟以后 灵星便开始对李星展开激烈的追求 李星最终也是没得底 挡住灵星后脸皮的浪漫攻势 最终二人也是喜结连理 在与李星确定关系以后 灵星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 曾经的灵星因父母双双惨死 在攻击魔法之下 因此他不怨不他们的后尘 灵星不想有朝一日他的伙伴和亲人 会死在他的攻击魔法之下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不读书学习攻击魔法 只是灵星在与李星确定关系以后 灵星的心中便有了守护的对象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同伴 他也在不停地努力当中 不过此时的灵星 还是没有违背他年少时的的誓言 一直不愿意学习攻击魔法 直到光之晨曦猎魔团解散以后 李星在圣战之中被魔族砍断了阻壁 得知此事的灵星懊悔不已 他认为是自己没有力量保护好李星 才会导致此事发生 为了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 灵星决定开始学习攻击魔法 也正因如此灵星后来 才会成为光之晨曦猎魔团的输出点之一 感谢观看